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米娅 福音对话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 一起来聆听福音对话 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也要问 有问有答,让人真是无法自拔 请听福音对话 相信,相信与善行 常有人说,天底下什么宗教信仰都一样 全是在劝人为善 那到底福音跟一般宗教有什么区别呢 哦,这有很深的区别 福音跟一般宗教区别可以由两个词来辨明 那就是相信跟善行 福音是神为人做成旧恩 只要人相信接受 而其他宗教是属人的发明 是良心结合法律的产物 所以每每每劝人行善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原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若是改写为人非有善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那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欣然接受 但是那就不是福音了 一般人总是认为宗教嘛 不过劝人行善 不论信什么都一样 可惜啊 很少有人自问 人到底有没有行善能力 这道德跟善行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神要用相信来做标准 却不拿道德善行做标准呢 道德跟善行的功用 是为了维系社会伦理智慧 它的本质是相对的 因为它受客观环境主观条件影响很大 比方有人姓张 有人姓李 全忧不得自己 而张家李家 这两家生活环境 接受教育的机会 家世背景都不同 教养出来的人品程度 理想就不一样 神如果以道德善行 来当作标准要求人 衡量人 那神就不公平了 圣经不也记载 神传给人十条诫命吗 这岂不是靠道德善行吗 嗯 你若仔细读完圣经 就明白神这样做 因为人太聪明 拥有用不完的智慧 却忽略自己没有善行的德性 所以神颁赐十条诫命 祂的目的是为教人知道罪 好指引人们接受耶稣为救主 其实人需要的不是高超的教义 而是神本身自存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无价的 若是有人想用任何方法赚取 终必突然 因为神是公义的 若不采用相信 作为赐给人这恩典的依据 他就不公正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 欢迎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米娅